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春节好 欢迎来到央视读书精选2023年度十大好书和十大同书的揭晓典礼现场 我们接着来揭晓央视读书精选2023年度十大好书 命悬一线 我不放手 一位ICU医生亲历的最震撼人心的场景 一个个命悬一线的真实故事 医疗 情感 人性 这些议题启发我们认知 并应对事关生死的危机 有请本书作者 北一三院医生 博士宁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常务副总编辑 刘凯 本书策划编辑 杨志敏 好 咱们回以楼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这个孩子的妈妈就说呀 她说如果我放手了 那么我儿呢 就一点希望都没了 结果有一天晚上我值班 这孩子的母亲呢就又来喊 突然间 这孩子的眼睛动了一下 她就怀疑自己看错了 就使劲提高了音量喊 说儿啊 你睁睁眼 你可怜可怜你吧 果然这个孩子就睁开了眼睛 到现在呢 18年过去了 我想 或许这个孩子已经 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吗 又或许她也有了喊不得 这个病例最大的价值 是告诉我不要放手 不放手是对待生命最诚实的态度 我经历了上万场的生死救治 我总结了19个命悬一线 我不放手的案例 我希望呢大家能够思考 当我们遇见这些危机时 该如何抉择 如何更好地活着 如何更好地爱与被爱 命悬一线 我永不放手 谢谢大家 谢谢博医生 那么在见证了上万场生死之后 您现在能不能再说一说 您对生与死是怎么看的 其实我尽管现在经历过那么多的生死啊 我觉得我看不透生死 正是因为看不透 所以说我就不能够放手 好 咱们接着来揭晓央视读书精选 2023年度十大好书 请看下一本 《向西而歌》 本书真实在现了20世纪50年代 上海第一医学院400多位医务工作者 巨家西迁 创办重庆医学院的珍贵历史 为读者展现了西迁精神的感人故事和丰富内涵 掌声有请重庆医科大学校长黄爱龙 人民卫生出版社总编辑杜贤 人民卫生出版社科普双创工作室主任周宁 好 咱们合影留念 遵照中央政治局关于沿海工厂学校内签的指示 高教部1955年3月30日向中央上报了 《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1955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 报告提出 上海第一医学院前重庆 交通大学前西安 周恩来等七位中央领导 审阅并同意了这个报告 400余名上医人背起行囊就出发 他们或设计别子或居加班前 由此开启的建设重医 推动祖国西部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壮阔 是 管理 member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我们请重庆医科大学的校长黄艾龙上台 黄校长为什么要组织编写这样的一本书 因为我们学校是西迁的学校 是别人帮助我们建立的学校 所以学校在过去的几十年的发展当中 也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在园藏 园疆和园外的过程当中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让我们西迁的精神走到更多遥远的地方 谢谢 明显一线我不放手的生命守护者 不一生见过太多生死 明白人生应该怎么过 让病人有尊严地活着 是医生的职责 只有建守 希望才能奏向奇迹的改革 从封建到大一统史记中的历史中国 吸收了考古发掘和史料发泄的新成果 它让人们沿着司马迁描绘的历史长河 跟着寒深探寻 把握时间前进的脉络 1950年代上海A学院向希尔哥老一代知识分子 胸怀大意只为报国 400位上一人西迁重敬